15号一早6点半 警政署长黄明昭现身国门桃源机场 柬埔寨诈骗猖獗 黄明昭亲自到第一线视察 原警举牌关心再三确认民众护照 还拿出报纸宣导 小心自己被卖掉 航经统计从7月26到8月14号 在机场拦阻40人 但还是有73人坚持出境 14号晚间一架从泰国曼谷返台的飞机 缓缓滑行到点通桥 底头有9人差点从柬埔寨被卖到泰国 幸好被泰国警方拦截 就有人接手去工作 讲好的薪水是多少钱 没有实际上没办 因为有晚 我也不知道那个是 反正就是他们叫我们去泰国 终于获救回家结束惊魂 原来当时有三名台湾人带着9名台人 从柬埔寨入境苏旺纳普机场 泰警认为疑似柬埔寨人蛇集团 通报台湾救回救人 但其中三人没有返台意愿 泰国警方认为可能是共犯 通通带回调查 警方将人带到航警局厘清 并进行人口贩运行为特征判定 像是过去前科塑形 有无帮派避警 不排除反台9位台湾民众中 可能还藏有共犯持续调查 三地新闻台北桃园综合报导 那孩子从泰国被救回来 在屏东三地门的妈妈好开心 知道他就跟我讲说要出去台北 去台北工作 昨晚的12点的时候 我儿子就看到我儿子打给我 我就吓到 然后就记得说他就跟我讲 妈妈我回来了 已经几个月没有孩子讯息 突然孩子打了电话回来 听到他的声音 妈妈哭了快五分钟 最好的朋友那些 我觉得都是最危险的 因为他们那边好像都是 孩子能够幸运被救回来 但是同合村路里面 村长证实还有其他家长很担心 他妈妈坚持说有 他就是不愿意报警 就是有接电话这样 就是他就想 另外一个是 他说去盆府然后就不见 村长说近来在部落的家长 接到孩子要外出工作的讯息 至少有14人 除了交代不清楚自己下落 甚至至事的回应方式 都让父母怀疑回讯息的 根本不是自己小孩 回想跟孩子 有一搭没一搭的讯息 家长都忍不住哽咽 超过20多名的屏农家长 都是接到孩子说 要到台北工作 接着就是出现 我平安等讯息 就没有再回应 7月毕业季到来之后 受到人口贩运组织的一个诱骗 而到泰勉柬埔寨一带 去进行所谓的打工 刚毕业的孩子听信朋友的介绍 有高薪工作决定理想背景 没有想到却踏入陷阱 现在警方透过了管道积极宣导 要其他年轻人别受骗 但是也要寻蛛丝马鸡 把人救回台湾 三立新闻朱俊杰 朱宇荣 评论报道